烙梦有所謂之爪嗎? 其實烙梦沒有欸 烙梦 烙梦他們主要就是想大綱 對 它這邊這一點 烙梦我也覺得很棒 是其實因為烙梦他主要都是給大綱 其實大部分很多都是我自己要去釐清 我自己要去決定該怎麼做 我自己要去規劃 因為他們其實給很大的自由 就是 大綱就是我們今天就是 譬如說我們今天就是做 那做餅乾要怎麼用 其實都是看我自己怎麼掌握 就是每時候他的流程就是告訴你 今天做餅乾 然後先介紹成員 介紹老師 介紹抽獎品 然後開始做 然後做完之後幾分抽獎 試吃 就是大概這樣子 你的容量雖然還是會寫字 但是其實就是這樣子 然後剩下的可能就是你要去想說 那這裡應該要怎麼樣 那這裡不要問什麼問題 那這裡誰跟誰一組或什麼 烙梦很多是要 主持人去想去規劃 對 很大的自由 但是我覺得這個訓練是好的 是因為 只有這樣你才會 就是知道說 你才會去想說 你等一下節目會遇到什麼樣的 狀況 就是因為一開始你肯定是 想不到你會遇到什麼樣的狀況 可是像我一開始可能 一開始可能也是覺得 沒有辦法想到那麼多 周全的事情 可是 然後是真的在上面遇到 就發現 我剛剛怎麼沒想到這邊 我剛剛怎麼沒想到這邊要處理 我剛剛怎麼沒想到 那邊會很不順之類的 對對對 但是久了之後我就知道 玩這種遊戲 或是做這種事情的時候 這邊一定會發生 通常都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我遇到久了之後 我就會知道 這個狀況會怎麼樣 就像我可能知道 玩這種遊戲 到時候一定會很亂 所以我可能要 我可能要 很抓我的那個 tempo 我可能要很抓住那個 節奏 什麼的 什麼的 對 就有點像 像是我們在 浪漫實習生的那種 對對對 就是我知道說 這個遊戲最後一定很亂 所以 我可能要先怎麼樣怎麼樣 規則要先講啊 或什麼什麼的 對對對 對 對啊 我剛剛外面節目有差 這個就是差別 但是我覺得 凡是起頭難 所以 我覺得 先開始會 還能 不管怎麼樣 就先開始就對了 對啊 就是 都 能開始都是好事 所以我覺得OK啊 對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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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